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忆念 高过人的忆念 祂的心里有烂土 祂的时间不错误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又到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时间 我们要继续来看亚伯拉罕在他关键时期 神怎么对他发出双重的护照 神在那里喊话 而那次的喊话是从天上 神经说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 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所以现在我们要问 从亚伯拉罕的身上 到底他在关键时期 为什么神这么教他两生 他到底学了些什么功课 那么这个和恩赵的指望 也有什么关系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故事 只是整个一大段故事里面的一个 因为我们说过 这个在圣经里面不光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还有另外六次 一共是七次 还有耶路上了 耶路上了 那么如果圣灵很奇妙的把这些放在一起 那么这个人物跟人物之间一定有一些互动的关系 一定有一些关系在那里 所以最后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但是呢 当我们看整片丛林以前 让我们先看一棵一棵树 那么亚伯拉罕是其中一棵 好像我们有八棵树 现在我们看其中一棵 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 如果要明白亚伯拉罕 我们必须从希伯拉罕第十一章 给我们做一个导引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一生 事实上只是四件事 一个是他奉因信出去 从加勒地武而出去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因信在应许自己做客 那么第三呢 是因信生以撒 第四呢 因信献以撒 那这是他的一生 我再说我们没有时间 这也不是我们的重点 我们不是要看亚伯拉罕一生 我们呢 是看亚伯拉罕一生 最关键的时候 可以说他一生最关键的时候 毫无疑问 当我们读到亚伯拉罕的故事 读到二十二章 可以说到是他的高峰 如果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应用 事实上也是 所以这个创世纪二十二章呢 就变成非常的重要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 我们所注重关键在哪里 就注重他献以撒的那一段 因为献以撒天上有呼叫说 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我们说过这一回呢 亚伯拉罕 为什么神这样做呢 就是他不光是听了神的话 然后呢 也走了三天的路程 到了摩利亚山 那么在那里 他果真的要把他的儿子献上 因为我们懂得的话来说 他是完真的 他的的确确 他从心里面 把他的儿子要放在祭坛上 所以这个时候呢 神不能不说话了 神不能再贤没 现在呢 神有话要说 那么这一次神呼叫亚伯拉罕 是他不光叫的一生 是叫的亚伯拉罕 所以毫无疑问 在亚伯拉罕身上 神对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乃是在他奉献的 乃是在献以撒的这件事情上 所以现在我们要了解一下 到底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 献以撒 那么第一我们说过 根据神的旨意 绝对不可能容忍让一个人 让人做了凡计 我们说所有的凡计都是 旧约的凡计都是旧约做几生的 不是神从来没有意思 把人放在祭坛上 所以这个神不是他的意思 但是呢 那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 因为圣经明明说 他要试验亚伯拉罕 那如果 以撒不是神所要的 因为神没有意思要叫他去这么献上 那么到底神要谁呢 我们已经说过神要的是亚伯拉罕 因为只有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 现在你知道说亚伯拉罕是把自己献上 因为实在说来 以撒可以说他是晚年 可以说他最 可以说他晚年 然后是神赐给他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这个亚伯拉罕如果要把 亚伯拉罕如果要把他 亚伯拉罕割气 那几乎就是割他自己的肉一样 所以亚伯拉罕不妨可以说 就等于是亚伯拉罕的自己 所以亚伯拉罕如果他能把亚伯拉罕献上 现在你知道事实上 亚伯拉罕是把他自己献上 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学奉献的功课 也是这样 我们常常以为神要我们 或者是我们的金钱 或者我们的这个或者那个 所以奉献好像总是从我们手里 拿一些奉献给神 但是不要忘记了 这个神事实上呢 事实上我们知道说 千山的牛是他的 万山的羊是他 神可以创造千千万万个以撒 对他来讲不费摧毁之力 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给神 神没有多一个以撒 不是叫神更富有 亚伯拉罕献以撒 是叫亚伯拉罕更富有 所以每次我们要把自己 每次神说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每次神要我们把以撒献上的时候 让我们记得 这个不是神对我们客气 不是我们这样做了 然后我们就增加神的财富 没有的 每一次我们的奉献 是增加我们的财富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的身上 可以学到的 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记得的 就是在这里神所要的 事实上是亚伯拉罕 所以等到亚伯拉罕真的举刀 要伸手拿着要杀他的儿子的时候 那天上有声音说 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所以下面我们知道神的话 就说你既行的这事 不留下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子 我怎样怎样 所以可见 当亚伯拉罕这样做的时候 他的确把他自己写 他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 不给神 所以这个叫做奉献 所以这是一面 那第二点呢 我们要问的就是 如果献以撒是神的旨意的话 那么你怎么解释生以撒 既知道要把以撒献上 那何必当初呢 如果以撒反正要把他 在祭坛上化成灰的话 那么何必多此一举呢 所以现在我们要问 生以撒是不是神的旨意 那当然答案是正面的 因为的的确确生以撒 是神的旨意 我们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的的确确是神的旨意 可是现在我们 可是这个毫无疑问 是神的旨意 但是呢 现在我们要问 如果神的旨意是 他要要不然生以撒 那为什么要献以撒呢 是不是 这个好像有抵触的不是吗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以撒怎么生的 我们已经说过了 生以撒的时候 是亚伯拉罕和撒拉 他已经到了 他天然生命 天然岁数的尽头 已经快一百岁了 所以凭着撒拉 凭着亚伯拉罕 他们不可能能生以撒 所以在他们有一天 以撒生下来了 你知道亚伯拉罕没有贡献 撒拉也没有贡献 一切都是恩典 所以亚伯拉罕 以撒事实上代表神的祝福 代表神的恩典 不过那个祝福是白白的恩典 今天你记得吗 神呼召亚伯拉罕 神说我要赐福给你 所以亚伯拉罕没有神的祝福 他不能走新兴的道路 我们没有神的祝福 也不能走新兴的道路 那你如果问我神的祝福是什么 当然你说神给亚伯拉罕牛和羊 这都是神的祝福 你看牛群羊群很多 但是在所有的祝福里面最大的 如果你要讲到这个祝福的极大成的话 那毫无疑问是以撒 以撒就代表了 可以说神给亚伯拉罕祝福的极大成 那么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如果神把这个最大的祝福给亚伯拉罕的话 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很重要的就是 这个以撒就代表了什么 就代表了祝福 代表神所给他的祝福 而且这个祝福是白白给他的 一切都是恩典 所以证明说是死无便为有 所以如果今天主给我们祝福 我们要记得什么叫奉献 奉献不是把我赚来的给主 奉献是把主给我的再给他 如果你觉得奉献是你辛辛苦苦 汗流满面来的 那我们的奉献就像该隐的奉献一样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就算是我们殷勤 就算是我们劳苦 我们今天所以有这么多的祝福 是神的恩典 那在这种奇形底下 你才能够把神所给你的 再放回到神的手里 所以生以撒是什么意思 生以撒就是这个所有 我的汽车 洋房 我的一切 我的所有的祝福 都是神给 这是恩典 这一切都是恩典 那么什么叫奉献呢 奉献 献以撒是根据生以撒的 许多人奉献就奉献 那他忘记了 奉献不是 奉献是根据生以撒 什么叫以撒 以撒是神给你的 神放在你的手里 白白的 没有条件的放在你手里 那么什么叫做 献以撒呢 献以撒就是 你把他再放回神的手里 你愿意把他放回神的手里 这个叫做俯仙 那许多人呢 他觉得我会赚钱 我会劳累 现在呢 我把 我拿出一些来给神 好像神缺少什么 不是的 所以这一点 我想也是很重要 给我们看见 这个献以撒是 接着生以撒的 所以并没有 并没有冲突 献以撒是神的旨意 史无便为有 是神做的 死人复活 也是神做的 所以你看见 无论生以撒 献以撒 亚伯拉罕 什么都没有做 亚伯拉罕 不能做什么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 他乐意 他愿意 把以撒放在基台上 那么结果你看见 神能够叫他 从死里复活 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 亚伯拉罕 仿佛从死里面 得回他的儿子 从死里面 得回了 好像死而复活一样 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说 是我们的神 是叫死人复活 是死无便为有 也是死人复活的神 所以我想这是第二点 我想我们应该很清楚 就是说这两样并不冲突 第三点 我们要记得就是 等到亚伯拉罕是 挽缘得子 他从本来是没有是灵 忽然有了 没有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 他们也许整天是抽云产物的 等到有了以后 以撒的名字叫什么 以撒的名字叫喜笑 所以从此以后呢 你看老亚伯拉罕和老撒拉 从那天开始就 就就就就没 就就开始喜笑了 所谓喜笑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们就开始 脸上有笑容了 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 亚伯拉罕 现在他们觉得 我一生的盼望 我一生的这个 根本就关系在 以撒的身上 所以现在呢 只要以撒能好好长大 以撒能够 那么他就觉得 我可以走了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去建筑了 但是不要忘记 当初神和他约法三章 当初神带他出 加利利乌尔的时候 你如果大家仔细去读 这个创新十二章 神首先说 我要赐福给你 然后下面说 为什么我要赐福给你呢 要叫你成为别人的祝福 还有万国都要因着你得福 所以亚伯拉罕现在有了 祝福没有了 这只是第一点 第一步达到了 所以亚伯拉罕说 我可以去了 但是神说你去了 但是神的工作没有完成 神的目的在亚伯拉罕身上 不光是要他享受 神所给他的以上 神的目的是要什么 神的目的是希望 神的目的是希望什么 是希望他能够 因着蒙祝福的结果 结果他第一 能成为别人的祝福 第二万国都能因他得福 所以大家看见 现在亚伯拉罕有一个危机 那个危机是什么 等到他有了以撒以后 他就满足了 他觉得这是他最后的目的 现在他如果走了 他离开世界 他心满意出 没有遗憾了 他没有遗憾 神有遗憾 为什么 因为神当初带他出来的目的 不光是要他承受祝福 最要紧的是要叫他成为别人的祝福 不光成为别人的祝福 而且呢 万国都要因他得福 那现在问题在这里 如果他现在把以撒紧紧的抓在他手里 他有 他一切能够经历神的恩典 像我们经历主的恩典一样 但是现在有一个可能 如果主把钱给我们 我们慢慢慢慢会变成 就把钱会抓得很紧 如果把汽车洋房抓给我们 慢慢就开始抓得很紧 因为我们就是神给我们的 那么如果把钱给我们抓得很紧 这不是守财努是什么呢 我们每一个人天性都是守财努 但是谁能够叫我们放手 谁能够给我们看见 钱是最好的用人 是最坏的主人 等到最坏的主人的时候 你身不由己 你受了钱的支配 但是你应该是支配钱的 所以等到晚年的亚伯拉 有一个危机 那个危机是什么 那个危机就是 他活着根本是为了以撒活着 变成以撒来控制支配他的一生 他忘记 他如果把自己奉献给主 应该神来支配他的一生 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 他的危机是什么呢 他的危机就是 他可以把以撒当作最后的目标 但是现在神要他奉献什么意思 奉献第一 叫他松手 因为奉献就是松手的意思 神要释放他 所以每次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 都是神释放我们 叫我们做一个自由的人 亚伯拉现在没有自由 他从前没有儿子 他还蛮自由的 有了儿子反而不自由了 现在儿子可以捆绑他 我们今天如果没有钱 没有洋房 没有汽车 没有住服 我们反而是自由的 你看我们生下来的时候 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带来 反而是自由的 小孩子最自由的 他没有东西 什么都没有 等到现在我们有了 我们就抓住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奉献来是释放我们 所以主耶稣对少年的观说 你应该 你应该怎样的 应该变卖一切 周济穷人 变卖一切不是给主耶稣的 变卖一切周济穷人 换句话说 神释放他 然后你才来跟从我 所以一样的原则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在这里 亚伯拉要献以撒呢 因为亚伯拉以为以撒是墓地 结果他忘记了 原来谁是墓地呢 原来这个 他有一天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 这个才是墓地 那现在我们要问 亚伯拉有何德何能 能叫万国都因他能祝福 那亚伯拉我们知道 这个爱因斯坦是以色列人 他叫全世界得祝福有道理 他把科学真理给我们 相对能给我们 那的确实他给世界带来很多的祝福 那现在我们问 当时好像是游牧民族的酋长亚伯拉罕 他何德何能 能叫万国都因他得福 这是个解不开的谜 凭着亚伯拉罕不可能的 所以如果亚伯拉罕以以撒做目标的话 他觉得现在我死而无憾 那么那很明显的 亚伯拉罕是为了谁活的 是为了以撒活着 但是不是要告诉他提醒他 他不是为了以撒活着 神的目的呢 是叫他能够叫他怎样 要叫他 那万国能因他得福 那么怎么可能呢 我想亚伯拉罕他想一想不透的 等到亚伯拉罕真的奉献了 神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然后他说我现在知道 你没有留下一样 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 没有留下不给神的 所以下面说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 然后下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那这个就是问题的真结了 他说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后裔得福 现在亚伯拉罕醒过来了 他真的把以撒献上的时候 现在他才晓得 他怎么可能世界 因为他万国 万国怎么可能因他得福呢 因为现在等到他奉献以后 神就启示给他 那是个奥秘 本来没有奉献以前 他不懂得 所以你明白很多福音的真理 很多的事我们不懂得 只有你真的奉献以后 你真的把你最好的献上以后 然后现在你懂了 本来你有一个问题不会懂 就是世上的万国 怎么因我得福 我们今天怎么可能 叫世界得福 不可能的 但是这里说 地上的万国 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那现在问题解决了 为什么呢 因为保罗读到这一段圣经 告诉我们 这里的后裔在原文是单数的 而这个后裔 不是多数是单数的 乃是基督来说的 所以现在明白过来了 原来亚伯拉罕呢 他的生活不是到以撒为止 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生雅各 一直生生生 但有一天 主耶稣降生在玻璃横 到主耶稣降生下来了 那现在我们明白 因为他是人类的救主 那么因着人 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 那的的确确 主耶稣是叫万国得福的 所以现在我们懂了 亚伯拉罕自己不能叫万国得福 乃是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生雅各 一直生下去 到了基督耶稣降生在玻璃横 是主耶稣叫全世界得福的 那因着奉献 现在亚伯拉罕明白过来 那这什么意思呢 这很清楚 这原来告诉我们说 我们今天得出许多的祝福 这个不是目的 汽车洋房 我们所有的好处都不是目的 神恩待我们祝福我们 否则我们一步路也不能走 但这些都不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目的给我们看 以撒不过是经过 亚伯拉罕生以撒 但是以撒呢 要生雅各 所以这些神所给我们的 神要用他们 做一个评价 那最后呢 是引到哪里呢 最后是引到基督 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了 我们为什么要奉献呢 如果不奉献的话 你看见我们有个难处 就是我们以为神给我们的祝福 就是最终的目的了 但是等到我们真的奉献了 我们才明白说过来 原来这些的奉献 原来这些的祝福 乃是为了把基督带进来的 所以我们如果主给我们这些祝福 我们把这些祝福放在主的手里 这叫做奉献 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就是告诉神说 亚伯拉罕不是以撒不是我最终的目的 基督才是最终的 我活着不是为了汽车阳房 汽车阳房是可以让神来用 最后他们是凭借把人带到基督跟前来 那什么时候在我的身上 把人带到基督 借着传分也好 借着自己的见证 如果让人能看见基督 那弟兄姊妹 我就叫万国就得福 就叫许多人 我的邻居 许多人他们看见基督的见证 就把荣耀归于神 所以现在我们就懂得了 什么 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要奉献 奉献不是神缺了以撒 千山的女万山的娘都是他的 没有增加神的丰富 但是现在反而增加亚伯拉罕的丰富 他本来不明白 他怎么叫万国得福 现在他可以知道怎样能叫万国 他现在知道怎样能够叫万国得福 他是清楚 现在是清楚了 所以怎样叫万国得福呢 那么非常清楚的 叫万国得福的原因 秘诀在哪里呢 就是把以撒献上 只要把以撒献上 就是把神所给的再放到神的手里 这个不是十分之一哦 这是十分之十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经所说的奉献 那是以撒的奉献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如果这样的把我们自己献给神 那么结果是什么 结果我们知道是我们活着的 不是为着以撒活着 不是为着这些好处活着 这些好处不过是凭借 叫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生雅各最后呢 基督终于降生在波列 最后人在我们身上就看见了基督的容美 所以我想这个是奉献的真谛 那不止如此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除了这个我们要记得 最后呢 你看等到你真的这样奉献以后 我们以为说这些都烧成灰了 是不是 如果你真的献上 我们想这些就没有了 汽车也没有了 阳光也没有了 没有 不是这件事 你看见吗 结果呢 神说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然后最后呢 你看见神就在复活里面 把以撒就还给亚伯拉罕 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 现在呢 你看见神要我们做管家了 实在说来 有的时候你把很多的金钱是个累赘 你把钱给出去了 就自由了 你如果现在还在手里很麻烦的 但是不要忘记 如果我们真的把奉献给主 不是说这些就没有了 不是 结果等一等你看见 在复活里面 你看见以撒回来 以撒回来什么意思 就是神把以撒放在你的手里 从现在开始 你要做管家了 而且呢 现在你人钱还是你的 不过现在你的钱要放在帐篷里面 意思就是说 可以拿得起来 可以放得下 那么不要忘记 你是做神的管家 现在不是你要怎么用 怎么用 但是主要怎么用 就怎么用 所以让我们记得 奉献不是什么都没有 奉献你会看见 很多东西还是你的 汽车还是你的 洋方还是你的 儿女所有都是你的 但是现在你有责任感 那么不光如此 现在因为他是从死里复活的 所以你更珍贵 你看见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 如果你把你的 如果你把你的所有都献上了 那从前你说话 为主从前里也说话 但是现在呢 不同了 现在你看 因为从死里复活 你看见 你再说话的 有复活的他能 托住他 如果有复活的他能 托住他 你更能够被主使用 所以现在我们看见 神在亚伯拉罕身上 怎样在一个关键时期 对他说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那么感谢主 我们相信 在我们的一生 我们也常常会被带到 关键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你看见 神对我们不是说一生 神对 神不是说 一生 神不是说亚伯拉罕 神说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愿意把我们自己 放在集团上 就像保罗所说的 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 把身体现象 当作活节 如果我们愿意的话 你看见说 主的力确确 是他 连我们自己 都是他给的 你看见 所有的一切 哪一样都不是他给的 我们把他所给的 再放在他的手里 你敢不敢 你愿意不愿意 如果我们愿意的话 那么我们就学了 亚伯拉罕的功课 那现在大家都知道 现在大家都知道 亚伯拉罕 叫万国得福 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 今天大家都晓得 因着主耶稣的降生 你看全世界 都得到的祝福 感谢主 你看见这件事 是果然发生在 亚伯拉罕身上 那我们相信 亚伯拉罕的故事 不光是亚伯拉罕 也是我们的故事 这个功课 是应该我们可以学的 当我们学完了 这些功课以后 你就看见 原来恩赵 有何等的志望 神呼叫我们 有他的缘 当初他呼叫我们 从世界里出来 不再 从世界里 加利路过出来 到了加南 感谢主 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 是神的呼召 但是今天我们要经历 那个恩赵的志望 愿主继续地 对我们说话 我们今天说到这里 我们下一集要继续 谢谢大家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他比方向祝福 他比将和祂祝福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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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行 二日到路 因为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